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这赛季的洛杉矶胡人 似乎在不断挑战着自己的下险 也不断刷新着胡人球迷的忍耐力 用今天某位解说的话来说 胡人落后的比赛 分差往往不会让人绝望 但他们的态度让人绝望 绝望到什么程度 绝望到让60亿趟平人潮 还本不敢还嘴的程度 树直言 这可能是球隔看球以来 胡人对球迷话语权最低的一个赛季 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曾经的胡人球迷是怎样的 NBA第一大群体 只谁对谁 除了巅峰火箭球迷 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然而现在呢 越来越多胡蜜 逐渐开始远离NBA群体 沉默寡言起来 不是因为球看的少了 而是因为挨骂太多了 无论胡蜜们走到哪里 总有人嘲讽吐槽 说他们喜欢的胡人队是天子第一号垃圾 他们想反驳 可胡人队战绩让他们开不了口 输完快船 输熊路 输完熊路 输开拓者 输完开拓者输勇士 输提胡 再接下来没人输了 胡人球迷们自己也会说 当年我们喜欢上胡人的时候 他们什么水平 现在这些人什么水平 胡人总冠军 喊都喊不出口啊 分析一下胡人球迷的心理状态变化 大概是这样的 从休赛期的幻想到刚开赛的惊讶 再到连续输球的扎心 以及现在的麻木 胡人球迷已经不再为输球感到特别痛苦 因为每天都在输球 每天都在痛苦 接个打皮胡 对手是胡人就将英格拉木 按理说平日混得再差 碰到老乡好总该硬一把 哪怕是装出来的呢 只可惜他们连装都装不出 从本场比赛可以看出 不论得分还是场上的实际走势 其乎都是将胡人按在地上摩擦的节奏 尤其快攻这点 更是将胡人的防守冲击的七零八落 说实话 我是一直认为输球不可怕 毕竟赛季漫长 在顶级的球队也不可能做到场场获胜 但问题是胡人本场比赛输球 所暴露出来的不足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 首先 全场比赛下来胡人三分三十四投仅仅其中 宁重力不足21%的20.6% 三分一直是胡人近几个赛季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原本以为随着安东尼 文克 爱林顿等投手的加盟 会有所好转 事实上 赛季初期胡人整体三分文军联盟中上游 带水承响赛季国办后又原型毕露了 其次 角色球员欠缺自主进攻能力 仅就目前来看 胡人角色球员具备不足自主进攻能力的 只有安东尼一人 但过多的依靠37岁老将可以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其次本场比赛胡人全程置入老魂 搞笑的进攻 心安的防守 咱都不说了 就说这单场22个失误 直接打破本赛季单场失误记录 球场上有点小失误很正常 传球失误 断球失误 大家伙都能理解 但你传球给场下替补队员 传球给裁判 甚至传球给场面二三排的观众 这还有谁能理解 小乔丹都开始打空位了 他打得了吗 打不了 俺这么打下去 强烈建议大家伙 以后也不用看喜剧片了 咱们直接打开电视 开胡人就好 平均每五回合就能出现一款 不像于奥炮五大中的喜剧场面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 我们还是低估胡人的下限了 一开始以为凭胡人的实力 哪怕拿不到总冠军 也能和西部珠强在季后赛拼一拼 后来以为胡人再差 保个季后赛还是稳的 再后来 想着能保住复加赛位置也不错 现在呢 保不保得住复加赛席位都是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 詹姆斯在胡人将会彻底的晚节难保 本场比赛由于对自己球队的表现太失望 所以詹黄提前离场 他在比赛时间结束前就已经返回了更衣室 当时现场专门得到了这样一个镜头 为少和龙眉哥还坐在那里 甚至于受伤的龙眉还戴着红口罩 正在看着场上的局面的时候 勒布朗已经扭头走人了 他留给现场的只有一个披着胡人毛巾的背影 另外两个超级巨星起码还是留在场上 跟对方进行了致敬 而詹姆斯整个人的心态完全是哼 直接就转身走人了 当时他这个扭头提前退场的行为 让人一想不到 火速回到更衣室 并没有和对手进行礼貌的拥抱和致敬 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现在在对胡人影响了 逐渐完结不保了 赛后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出炉 詹姆斯职业生涯一共只有四场比赛 得分30加却输掉20分以上 其中有两次都发生在本赛季 美国媒体赛后带来了这么一样数据 说明厄布朗真是被胡人吭到晚节不保了 整个职业生涯里 詹姆前三次得分30加却输20分以上的比赛 还有一场是发生在今年的12月24号 胡人当时是110比138输给了马次队 詹姆坎下36分 还有一次是08年的2月11号 骑士30分烈士亏败者的绝金队 詹姆斯拿下30分 最后一次是2012年的12月7号 热火20分惨败尼克斯 詹姆斯空砍31分 詹姆只有四次打出过自己得分这么高 却还输球的表现 两次都在胡人 而之前的18年里只有两次 说明这个赛季他真是被胡人彻底给拖累了 这个球队真的是完全影响了乐布朗 未来冲击一界进路 追求各种神技的步伐 否则也不至于这样 我们都看到了现在的情况 胡人的问题可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他现在最该做的或许应该是决定死离开洛杉矶胡人 否则继续留下去 他的第五次 甚至于第六次耻辱的数据也将会陆陆续续的到来 早点离开现在这艘即将沉没的破船 离开胡人队回归骑士 或许是他最好的决定 而且加入骑士 他还不用担心没有季后赛可打 甚至还能为家乡带来第二座总冠军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勇士的消息 勇士赚0.7%的耻辱 科尔连出三大败笔 昏招评出不退历史十五大主帅 北京时间2月28日 金州勇士 今日面对达拉斯独行下的比赛 竟然惨遭对手26-1单解大翻盘 直接在领先21分的情况下输掉了比赛 而这场球对于勇士来说 真的是让人意想不到 尤其是在比赛进行期间 勇士最多的时候拿到过99.3%的胜率 只剩下0.07%的盖利输球 但是真的被对手给完成了大逆行 这种情况也是很罕见的 当时比赛第四节 双方的分差来到勇士93-7 是司令仙独行侠的时候 勇士的胜率是99.3% 只剩下0.7%的盖利完成翻盘了 可是最终的0.7%竟然还成真了 当时的这个回合是什么时候 9分59秒勇士队打得非常的轻松和散乱 开始被对手追分 此时最离谱的就是顾名家 他的扣篮竟然在一个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扣飞了 这也是非常奇葩的一个镜头 这个没人防的扣篮扣飞 说明勇士圈队现在的心态有很大问题 就是他们已经有些看不起对面了 觉得自己已经没赢了 因此就开始随便乱打 这个扣篮扣飞给了独行下的机会和翻盘的希望 他们也是趁机开始发情逆转 迪威迪的突然爆发带领球队疯狂打反击 而这一切就要从顾名家的扣飞说起 扣飞完了之后被对面打了个16比0的翻盘 科尔教练一直不叫暂停 一直到16比0之后才叫暂停 16到0之后改变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更奇葩的是此时还是不下顾名家 也不把库里拿到场上 他就是叫了个暂停 暂停回来继续连丢十分输球 这一步26到1打得是惊心动火 他竟然让对面完成了这么一个反弹 库里在38分钟时间里贡献27分4代10中 第四节8投2中 但是主要是因为中间在对方疯狂追分的时候 科尔把库里突然换了下去 他的手感是突然中断了 看看科尔最后时刻的操作 关键时刻上比利查和达米恩里 让库里却打无球 库明加空蓝扣飞后库里却被换下 乔丹普尔本场其中0开始接替库里 带着板凳阵容送分 继续被对手一顿爆锤 打到23比1才叫暂停 在此期间从来就不叫一次暂停 看着对面完成了翻函 然后撤下库里 这个操作确实是让人有些看不懂 而且前三节让库里打有球 最后一节突然变成 让库里开始打无球 也不知道科尔秀出这样的操作到底是在想什么 只能说这场比赛的实力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奇葩 然后给大家看